封冰箱公所推广传统酿酒文化产业 去年向圆明会争取2000万元的产业扶植计划 今年着手展开传统市场改建工程 乡长江丽婷表示 未来作为阿美族酿酒等部落文创产业的推广中心 带动部落传统经济产业发展 原本老旧残破不堪的传统市场经过诊件后 不仅整个环境空间明亮宽敞 而且注意设备检约淡雅令人流连万返 乡长江丽婷说 未来这将是封冰箱部落传统文化产业的推广中心 我们封冰箱成为阿美族酿酒文化的示范区 那其中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部落文化推广中心 那未来就是以部落酿酒品牌形象 来贩售以及行销为主軸 那未来会在我们这个推广中心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公有市场来贩售 那能够体验部落一个旅游行程的一个体验 一个场域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一个酿酒文化的展示空间 冯冰箱公所推广阿美族传统酿酒文化产业 去年向圆明会争取 获得2000万元的原住民产业扶植计划经费 今年度便着手展开了传统市场的改建工程 建构冯冰箱部落产业推广中心 从109年到110年为期两年的计划期程 相公所也逐步推动执行包括六个工作项目三大策略 期盼封冰箱成为阿美族酿酒文化示范区 而其中整建传统市场成为推广中心 建制串联部落产业经济的发展 最主要就是要建制一个合法的酿酒 相对有了合法化之外 我们可以提升整体产业未来合法性产品 以及发展的空间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目标 三公所也坦言两年2000万的经费 在推动执行计划上仍稍嫌不足 因此也希望借着阿美族酿酒文化产业 推广中心的营运 进而带动部落文化观光 部落传统产业的经济发展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